男人意外发现 他竟能将自己的一切都卖出去 无论是寿命还是其他东西 为此他找到了一位80岁的富翁 提出自己让富翁回到20岁 但条件是给他500万和这座豪宅 富翁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当即就要赶男人离开 但男人没有放弃 而是继续问如果自己能做到 富翁是否答应 而且他也并不会损失什么 富翁被男人逗得大笑 他只能开玩笑地说自己同意了 要男人赶紧回去打包时间然后送过来 可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豹彤来豪宅送报纸时 却发现豪宅主人已经换成了男人杰克 而杰克现在竟是80岁的模样 豹彤很好奇杰克昨天还是20岁的小伙子 今天怎么一下子老成这样 原来杰克也是无意中发现自己的这项特殊技能 昨天他因为手腕骨折住进了医院 临床是个患感冒的大爷 对方无比希望用自己的感冒 和他受伤的手做交换 因为人老了之后感冒就会诱发很多病发症 杰克当时觉得对方是在嘲笑他 便直接开口 可没想到的是奇迹发生了 半夜杰克睡觉时 不小心把手磕在了茶几上 他立刻惊醒并把手收回 可奇怪的是 骨折的手并没有感受到疼痛 以为是做梦他用另一只手狠狠捏自己 可还是没有感觉 杰克立刻拆掉了绑在手上的绷带 手竟然完好如初 但紧接着他就发出了几声咳嗽 他预感到了什么 连忙下床走到大爷面前 对方的手已经骨折了 难道刚才随便说的玩笑话真的成功了吗 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而此时大爷也背手腾起 得知交易达成后他很后悔 他想换回来 但交易一旦达成就不能退出 暴童对杰克的讲述听得津津有味 杰克见此便询问起他 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暴童很诚实 说自己一周赚300块 杰克一听 直接给了暴童500小费 然后开始打起了算盘 他问暴童今年多少岁 暴童不假思索回答19岁 杰克接着问他 愿不愿意赚更多的钱 他可以用一万块钱来买暴童一年的时间 反正19岁和20岁并没有区别 可出乎意料的是暴童竟拒绝了 他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很开心 而且虽然杰克的故事很精彩 但自己并不相信 说着就要离开 杰克叫住了暴童 他拿出了纸和笔 直接写了一万的支票给暴童 并说暴童不管信不信自己 只需要答应就行了 暴童觉得这简直稳赚 当即答应了杰克 杰克还有一个要求 他要暴童多带自己的小伙伴过来交易 暴童欣然答应 杰克很开心 再多交易几次 他就能重返20岁了 并且还能有富裕的钱 杰克很快变成了中年模样 他开始四处找人做交易 只见刚刚还年轻的电梯管理员 下一秒就变成了满头白发的老头 而杰克也重新回到了20岁 他现在要做一件事 那就是重新追求当初甩掉自己的女神 他直接来到对方家里 像女神老爹炫耀着自己现在身着名牌 指甲凤里也没有泥土 自己已经成为了上流人士 完全能配得上他的女儿 但出乎意料的是 老爹依旧不希望他和自己女儿在一起 他觉得杰克不是真的爱自己女儿 同时也不是一个善良的人 杰克很生气 他觉得老爹瞧不起自己 是因为曾参加过战争得到过一点点荣誉 但这些完全不值一提 他现在的情况比自己以前更加糟糕 碰巧这时女神回到了家里 看着眼前焕然一新的杰克 而且行为举止也温文尔雅 当即很好奇杰克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 原来杰克与一名大学生做了交易 买了对方的行为举止 杰克当即对女神发出了约会邀请 这次女神欣然接受 随后两人便来到了杰克的豪宅 但很快女神就发现杰克的本性依然没有改变 还是只在乎自己 一点也不在乎他的感受 他想嫁的人要像自己父亲一样善良和有同情心 说完他生气地结束了此次约会 杰克把女神送回家 老爹要他先进房间 自己要和杰克谈谈 他要杰克远离自己的女儿 但杰克却提出了一个交易 说自己要用50万买下老爹的一样东西 老爹很困惑 第二天 杰克和女神一同下车 但显然他们这次已经陷入了热恋 女神非常喜欢杰克 甚至眼神都拉丝了 原来这都是因为杰克昨天交换了老爹的善良和同情心 他帮女神把老爹推回房间 然后郑重道歉 说自己当初想和女神在一起 只是想得到他 但现在自己不舍 他现在非常爱女神 并且会努力去做一名好丈夫 但面对毫无缺点的杰克 老爹还是不同意他和女儿在一起 杰克请求老爹能原谅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